你即将去华县赴任 将她一并带走 你还冲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三叔母打去她 你也就在外面对自己好 在老母亲面前 就像老鼠一样 什么都不敢做 鸟鸟看着两人打去说 像三叔父这笨蛋老鼠 就该早些离家 这样才能成天被一只猫了 三人正说着 这时楼瑶也拿着树枝过来给鸟鸟遮阳 鸟鸟赶紧起身离开 三叔母让城旨去打发了楼瑶 自己到马车上去陪鸟鸟 两人聊几天 鸟鸟羡慕三叔父父恩爱的样子 日后也要找一个这样的郎君 自己说东他不往西 自己打走奈他就帮自己免机 三叔母讲述着自己以前 有一个未婚夫婿 母苦等了七年 结婚当日他却没有出现 鸟鸟心疼的等事 如果是自己绝对不会等他 白白浪费这七年的好时光 三叔母说 如果不是错过了不值得的人 哪会知道现在这人更值得呢 鸟鸟却觉得万一遇不到更好 自己向来运气不好 所以碰到不错的一定会牢牢抓住 三叔母借机问鸟鸟觉得楼瑶怎么样 我与他相说圣洁 我感觉他是不是个不可错的事 另一边明明是去打发楼瑶的三叔 却被楼瑶一句娇娇晚辈了 就换了阵营 耐心地告诉楼瑶该如何获取鸟鸟的方形 若能时时刻刻花的真心对他 我感觉他